大家好,我是Stan 新人女团艾莉的粉丝名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上个月2号,艾莉的所属公司宣布 将从粉丝提交的粉丝名候选名单中 由艾莉成员们亲自选择官方粉丝团的名称 然后在4月21号,艾莉成员们亲自公布了官方粉丝名称Lily 但是这个粉丝名一公开,马上就引发了争议 因为目前活跃活动中的四代女团Mix中 已经有一位名叫Lily的成员了 因此使用同行及前辈歌手的名字作为粉丝名称 马上就引发了粉丝间的冲突 结果艾莉最终将粉丝名称从Lily更改为Lily死了 所属公司删除了之前的公告,重新发声明表示 多亏了许多支持我们的Lily死,让艾莉感到心安 正式宣布了艾莉的官方粉丝名称 虽然所属公司对于Mix的Lily名字重叠问题迅速做出了回应 但修改后的粉丝名称也引起了争议 这理由是因为BlackpinkLisa的个人粉丝名称就叫Lily死 Lily死虽然不是官方粉丝团名称 但这是Lisa在进行个人活动时称呼粉丝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成员们很努力,但公司真的很有问题 一开始使用前辈的名字后来改了,现在居然是前辈的粉丝名称 看起来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就随便取名了 在颁奖节连音乐节目和各种节目中一定会提到我们XX的粉丝名称 难道不能选一个不重叠的名称吗? 绰号重叠也会引起大骚动的犯权 直接使用证名也太乱来了吧 搜索师也会重叠,真的很缺乏商业道德 他们在做什么? 因为Lilys这个粉丝名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所以没过多久,所属公司再次发出了声明 我们在广泛收集粉丝们意见并参考多种候选名称后 选定了一个象征与爱里永恒之爱的粉丝团名称 然而考虑到之后公开反响中提出的各种担忧 我们决定重新选择官方粉丝团名称 我们将在确定后向大家提供进一步的讯息 对于在决定过程中引起的任何混乱,我们深表歉意 原本选择Lily,结果引起争议后 加了个S,变成Lilys 结果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后,现在又重新订名 真是太搞笑了 粉丝名称很重要,谨慎一点订吧 因为公司的不善处理 无辜的Lily和Lisa或其他团队都听了本不该听到的批评 对于爱里所属公司多次改变粉丝名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爱里能做一个非常棒的粉丝名 下个消息是,女团Cheriblet宣布解散了 4月22号,FAC娱乐发出声明表示 公司与Cheriblet成员们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讨论 决定从今天起正式结束团体活动 已结束与FAC的合约 而YouTubeBoraCheriblet将继续作为FAC的所属艺人进行个别活动 请大家关注即将踏上新路径的成员们的未来动向 2019年出道的Cheriblet同年12月 成员MireCocoroLinin退团后 开始以7人组合活动 我的孩子们真的很辛苦了 虽然以后可能很难以爱毒的身份看到你们 但我很高兴曾经能够支持你们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样子 都是疫情害得 希望大家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幸福地生活 MBC综艺Normia Moani引起了字幕争议 在4月2日播出的Normia Moani节目的预告中 播放了成员们访问海埔新办公大楼的场景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 Normia Moani成员们与Seventeen成员 Hoshi Tokyo-Msenwan见面的样子 而在介绍海埔新办公大楼的过程中 节目使用了BTS铺设基础Seventeen勾建的 海埔新办公大楼 这样的字幕而引发了粉丝们的强力指责 海埔这个公司最初于2005年以BHIT娱乐的名称成立 并通过将BTS推向全球 而从小型经济公司迅速成长为巨大经济公司 2020年筹工在股票市场上市 随后在2021年随着公司名称更改为Hip 这件事情百分之百是制作组的错误 却有一些国内外的粉丝们也到不相关的MBC电视剧的 IG留言要求道歉 所以在韩网也出现了粉丝们太小题大做了的留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路人都知道是旁滩进了Hip 如果没有旁滩说话的 现在的Hip公司可能都不存在了 即使是综艺节目 如果字幕与事实不符 要求修改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我理解电视台想要推崇节目主角的意图 但作为一家电视台 还是应该做好实时核查 我不是旁滩的粉丝 但我能理解粉丝们为什么会那样 说小题大做的人如果情况反过来 是你们喜欢的爱豆你们会那么安静吗 而且还是MBC那个傻公司 所以我能理解粉丝们的行为 对于Normia Moani的字幕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次延上的从韩勇霸凌争议 4月22号最初爆料从韩勇的失败者 在网上发文表示 本来只期待一个真诚的道歉 但从韩勇和所属公司都非常厚颜无耻的应对 本来我认为如果他记得并愿意道歉 我会选择原谅他 因此我首先向从韩勇的IG发送了私讯 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在从韩勇没有回应后 我也向所属公司发送了私讯 但也没有回应 所以我又发了邮件 在发送第三封邮件后 公司才回应说想了解具体的情况 于是我们进行了大约两小时的通话 我告诉公司如果当事人能直接给我一个真诚的道歉和施暴的原因 我就不再多言 但公司只是不断重复 当事人联系不上 我们先见面吧 受害者也上传了聊天截图 我给大家读一段 您好 如我刚才所述 这是代表的指示 虽然到目前为止 公司还没有和从韩勇小姐联系上 但我们应该先见面谈谈 如果有需要道歉的事情 应该要道歉 但我认为 在生活中判断谁可信谁不可信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换位思考 今天我对您说这样的话 您会怎么想 您会说 啊是这样啊 讲的都对 那我就让当事人跪下来道歉吧 您能这样做吗 我也正努力从您和从韩勇小姐的立场多方面考虑 所以代表也是说 先一起去见面谈谈吧 您也觉得见面谈话可能更好吧 当然也要考虑到您的工作问题 不知道您的日程是否方便 您可能会很忙 但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明确的判断是非对错呢 您不是说这件事对您的人生影响很大吗 那么更应该见面谈谈不是吗 事外者最后表示 自从最后一次香港内容播出后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果然人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他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同意和解 所以不要抱有任何希望 看来我可能会成为这位姐姐的一个长久的谣言 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故意提起谁对谁错 让对方更上火的所属公司Kakoto态度 对话的语气也带有嘲讽 这会让人感到更加不快 即使想要原谅也会转身离开 所属公司和演员联系不上Kik 就算要找借口也要编得让人相信呢 他们是住在石器时代吗 为什么当事人都还没有联系上 却一直想见受害者呢 应该先和当事人联系 谈谈之后再见 受害者道歉 所属公司不是联系不上当事人 而是担心透过邮件道歉或承认的话会留下证据 所以一直想透过见面来说服处理事情的方式真糟糕 在韩国论坛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打算毁了别人的人生 也应该要赌上自己的人生 所以千万不要做欺负别人等没出息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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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